第十四 现在教会里圣参 洗礼仪式算不算道德律 概念混淆 道德律是使使戒 礼仪律是什么祭祀 献祭 节旗等等 礼仪律里面有象征的意义 一种圣礼的意义 但是旧约所有的圣礼都废弃了 上帝唯独留下两个 一个是洗礼 一个是逾越节的宴席 逾越节的宴席就是 我们所谓的圣餐 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然后另一个就是洗礼 所以这是概念的混淆 不是属于礼道德律 是属于律法的范畴 但是它赋予了新的意义 不是遵守律法 是成就了律法 更重要的是圣礼 虽然跟旧约里面的礼 有类似的性质 和功能 但是新约里面 耶稣亲自颁布的 废除了其他的 就是圣餐礼和洗礼 所以这是新约的律法 新约的主耶稣亲自颁布的 直到他在灵为止 教会都要遵守的 当然圣灵里面有记号 印记 有圣灵的灵在 有福音的信息 结合在一起 看见圣灵 透过看 透过喝 透过吃 这种直观的 五观的经验 但是要思想 里面包含的 那个属灵的实际 那个所标记的 那个恩典的实际 是基督的血 还有这个圣灵 还有他的救赎的 赦罪啊 捷径啊 包括赐给我们生命 喂养我们啊 等等 一定要有这样的知识 信心 不然的话就迷信 好像饼本身 有什么神奇的法力一样 葡萄汁 那个水 有什么奇妙的法力一样 好像把目光 只是定睛在物质本身的话 就陷入到 拜偶像里面了 迷信